活蝦的品質比冷凍蝦好嗎? 這個問題其實一般消費者都有一個這樣子的迷思 主要的原因都是來自過去路上動物的溫體豬肉或溫體牛肉 認為宰殺以後活蝦的溫體豬肉或溫體牛肉會比較新鮮 可是我們的水產品包含蝦子和魚類 因為它是在水中生活 所以我們希望一旦收穫或捕撈一瓶水了以後 我們很希望它在最短的時間用最低的溫度或適當的溫度來去做運輸 在運輸的過程當中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能送到加工廠 目前全台灣的所有的冷凍加工廠都必須取得ISO2200或者是HACCP的認證 透過這樣子的認證可以確保說它所有的加工或冷凍的環境裡面 完全是符合國際性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一旦把所有的蝦子或魚類進入到加工廠以後 可以在最短最適合最低溫的情況之下 能把它包裝冷凍起來保鮮好 再透過所謂低溫的冷藏或冷凍的形式能可以送到賣場或者是消費者的手上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冷鏈的一個處理 我們相信對於水產品來說才是最安全最健康的 那也希望消費者可以改變 認為活魚或活蝦就一定生猛一定新鮮 這個其實是錯誤的 其實蝦子是一個很特殊的水產動物 那基本上我們一般把它叫做無脊椎動物 那無脊椎動物其中有一個最大的特性 它就是所有的血液循環是開放性的 所以包含從心臟到各部位到肌肉部分上 它的血液是四處的分散 那蝦子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酵素叫做若安山酵素 而這個酵素大概在所有水產品裡面 它的酵素的活性非常非常的強 那只要一旦蝦子離水了以後 那只要在一定的溫度情況之下 它就會馬上作用和反應 然後它會把一些氨基酸分解了以後 就會在身體的各部位會形成黑色 尤其是一般我們消費者會去判斷蝦子鮮度的時候 一定會去看它的腮這一塊到底有沒有黑 那就如同我們也知道 蝦子的腮部是呼吸的最主要的器官 所以它對於氧氣的接觸 還有若安山的活性是最強 所以往往會在一里水裡以後 透過若安山分解了一些氨基酸 造成黑色素的沉澱 那有些消費者會想要了解說 那蝦子的這個黑色是不是代表就不新鮮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我必須要說 蝦子的某個部位變黑 對於跟新鮮是相對性但沒有絕對性 就像我們說 一個蝦子不新鮮了以後一定會變黑 但變黑的蝦子未必是新鮮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有特殊的酵素 還有它是開放式的血液循環的系統 那我們會建議 一般的消費者對於蝦子上面在判斷的話 就因為它有很多的酵素活性是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一旦它處在不新鮮的情況之下 各位只要把蝦子的頭胸部 就是它的頭和身體的部位 稍微把它撥開一下 然後用你的柄子去聞了以後 只要一旦蝦子不新鮮 你就會聞到一定的惡臭 那這個是大概判斷蝦子最基本的方式 那第二個判斷蝦子新鮮的方式 其實各位可以看它那兩隻眼睛 它是副眼 如果那個兩個眼睛基本上是垂垂無力 而且色澤從原本黑亮色變成暗黑色的話 其實這個也代表了蝦子的不新鮮 那除此之外 當然會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他可能會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來去保鮮 比方說像化學藥劑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建議各位消費者 當你在買蝦子的時候 請你拿起來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把蝦殼和那個頭和身體分開 然後你聞一下有沒有臭味 那第二個就是聞聞看有沒有其他特殊的香味 或者是化學藥品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八九不離十 這個蝦子一定是新鮮的